欢迎大家来到风龙国小乐学活动 那今天呢 来说跟大家讲一些 越南的旅游名声 来我们现在呢 去到第一个景点 就是胡志明寺 那胡志明寺呢 大家就到 越南的国父是教是什么吗 还记得吗 老师有教过 就是胡志明 对不对 所以胡志明寺呢 是那越南国父的名称 称为一个越南最大的城市 就是胡志明寺 好来 胡志明寺我们看到一些 越南的地图 还记得吗 越南的头 大大的 北部 小小的中部 小小长长的 对不对 好我们到南部 是这边的尖头 我看到吗 这边呢 是胡志明寺的位置 那今天呢 然后大家还记得吗 老师有说过 法国总之越南了多少年呢 差不多五十年 对不对 所以呢 法国啊 在越南建了很多很多建筑物 那其中呢 像胡志明寺 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 教堂哦 就是红教堂 他呢 拜什么呢 他拜神母 玛利亚 好我们看到 这边 这边的头片 是教堂 外表 远远的看出来 看过来 哦 这边呢 是 教堂里面的哦 里面的 好 那 我们进去一下了 这个介绍 来 大家看到 叫金的 对不对 你也看到 那个教堂呢 叫是红教堂 可是呢 他 哪里有红 是 身体 对不对 可是他的屋顶呢 是什么颜色 哦 他的屋顶是 白色哦 然后 他的教堂外面呢 老师刚刚说什么 老师刚刚说什么 拜爸什么 拜爸的 神母 对不对 玛利亚 对不对 玛利亚 所以呢 他的教堂的前面 外面前面呢 他会放到 神 神母香 神母香呢 然后 我们看到 这边的图片 哇 好漂亮 很多彩色 对不对 他是 琉璃窗 琉璃座的窗户 哦 好漂亮 很有特色 对不对 然后 那个教堂呢 因为他真正是一个教堂 所以呢 他没有随时开放哦 他要有定时开放 几点到几点 你可以进来参观哦 好 而是介绍了第二个地方就是红教堂的房边 就是百年的油局 来 请问一下朋友 你们到油局会做什么呢 集中会有基金 对不对 来 这个油局呢 外表是一个黄色的建筑 对不对 然后 油局呢 因为南很久以前的邮局 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什么 就是 他过一个大的时钟 对不对 然后他里面呢 来 这边是邮局里面的 邮局里面也有一个时钟 然后有一个什么 国父 国父日后知名的 脚片哦 来 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些 现在呢 百年的油局 也是一个其中的观光景点 所以呢 他们 里面我们可以寄信到全世界的地方 所以你们在台湾 是台湾人 对不对 去越南 观光 可以写信回家里 是说 我现在是去到百年油局 我这名师 好 寄信回去 给大家一起分享 享受 那另外呢 他还有卖很多东西哦 很多伴手里的小东西 很多义瓶 对 很多义瓶可以买东西回来 送给家里的人 好 下一个呢 老师要介绍美食了 早上就是我们有上过美食 所以里面呢 会有一些 跟我们刚才有上课有关哦 越南 红志明市 附近的小市哦 那他有什么 那个包子 哇 越南的包子 有绿色 有白色 很多样子 而且很大的一颗哦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猪肉和猪皮做来的婆腿 小火腿 然后 它红红的一条 这边也有 是辣椒 可以呢 如果你不想吃辣的话 可以拿掉 那如果你 不拿出来 就会很辣很辣哦 然后这边 有看到吗 它是什么 有海鲜的呢 海鲜什么 海鲜和粉 对不对 大家有试过吗 海鲜和粉很好吃 哦 这边呢 是什么 牛肉和粉 哇 而且还有一个 越南的车色 是什么 越南咖啡 对了 然后老师早上吃 就是有教大家 斑米 对不对 斑米是什么 法国面包 然后它是烤乳猪 法国面包 哇 和粉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哇 还有那个 白骨饭 越南特色的 白骨饭 很好吃哦 如果很越南的话 要记得试哦 好 我们到下一个 还有哦 很多特色 不一样哦 来 刚刚老师 介绍 越南咖啡 对不对 那现在啊 有一些人呢 感觉咖啡很苦 他们会加 炼乳 进来 进来 所以变成咖啡奶 是这样的出来 然后 这边呢 这边是 米 饭哦 米饭哦 加出来哦 烹出来 很Q很Q的 然后 加一些 加一些肉松 加一些葱 进来 很香的 很好吃 还有一些甜点 饼干 然后啊 这里还有 面包 这是什么 板米 对不对 咖啡 还有一些 饼干 还有 越南的甜点 要联加一起 要有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椰子 奶 对不对 哇 好浓哦 很好吃 好香啊 来 那个我们的面包 做出来了 这个是咖啡 好 我们到 下一个哦 猴志明是很大 老师跟你们说 猴志明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呢 很多地方很好吃 你们看 这里呢 越南也很 很有名的 猴志明是很有名的一个 牛肉和粉 的地方 而这边呢 是很有名的一个 大豹子 哇 大肉豹啊 那肉豹里面有什么 有 猪肉 对不对 有肉 有 小鸟丹 还有什么 丹黄 对不对 很多 而且 老师有教大家说什么 越南有 法国 面包 对不对 是有法国 种子过 所以呢 越南会是 把 法国 面包 改变成 法国 越南的面包 就是法国面包 哇 有很多人 卖啊 那个是牛肉和粉 下面是牛肉和粉呢 是佛 离 牛肉和粉 很好吃 好 在越南呢 老师跟你们说一些 在越南 我们也有试到宝多 也是很好吃 它的价钱呢 是 19万 那19万月币 换成台币的话 大概 250元 台币 所以 还蛮便宜的呢 我们可以常常 回去的时候 就我们去 这边 四大宝 就好了 不用 啊 今天要吃什么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四大宝里面 会有什么 啊 很多各式各样的甜点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这里是 生春卷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这边 这边有什么 这边有什么 鸭仔蛋 刚刚啊 上节诗 是我们有上过 鸭仔蛋 怎么念呢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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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接下来还有一些 盒粉 对不对 还有一些冬粉 还有沙拉 哇 红小牛肉 很好吃的 各式各样的 吃到吧 都很多很多的 哇 这边是还有很多地 地方可以去的 还蛮有名的 哦 这里啊 有一个咖啡公馆 大家看那个大楼 全部是在卖咖啡的哦 所以呢 越南是全世界 全世界第二名的产生 咖啡的哦 所以越南咖啡也很有名 所以 那个 全个大城楼都是在卖咖啡的 然后路上 哇 路上也是很多很多咖啡店 然后这边呢 我们看到这个大楼吗 那个是什么 金融大楼 一样什么 我们台北的101 也是很有名哦 这金融大楼 哇 好好看 好 现在我们跑到中坞了 猴子的名字是南部 现在我们跑到中坞 香港 的旁边 把 哪 山 把哪 山 香港的旁边 把哪 山 哇 很特色 对不对 然后一只手撑这个桥 这个桥是要法山的人可以走上去的 好漂亮对不对 还 哦 例如 现在上去了 上去 把哪 山上面了 把哪 山上面呢 有什么 是有跟大家有讲过 对不对 越南是跟 什么 国家 一直打架 哦 中国 对不对 还有法国 种 种子国 对不对 中国 和 法国 种子国 越南 所以呢 他们的影响跟越南的文化很多 所以呢 在把哪 山上面呢 很有两种风格 一种是 一种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庙 哦 中国古代的庙 还在那边 可是 你们看 他们 盖的房子 又不一样了 很像 法国的 口味哦 很像 法国的味道哦 很 法国的 风格哦 是不是 两种文化 一起在那边呢 在把哪 山 很特别哦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游览车 对不对 游览车 我们可以 如果我们 感觉走 而法山 很累的话 可以 坐在那边 上去 然后呢 跟大家讲一些 越南呢 新疆 最多的话 是佛教 所以呢 很像 很像 台湾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 怎么 他们什么 什么 盖一个 很大的 佛像 对不对 让大家 拜拜哦 好 我们到香港的美食 去玩的时候 要 吃吃美食 对不对 我们刚刚看风景了 现在要 吃到美食 还看到了 这脚上 有教大家什么吗 啊 有一个 煎饼 对不对 叫什么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哇 好多 火炉 烤肉啊 哇 好多新菜啊 哇 可以吃很多 对不对 还有 煤粉呢 还有什么 烤猪肉 凉面呢 还有 鱼汤啊 鱼汤粉哦 还有 花果面包哦 哇 去哪里 去哪里 你都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 花果面包哦 里面 会放不同的东西 可是 都很好吃哦 好 我们看到 这个是老师的外婆 老师的外婆呢 他 在家里 是做手工的煎饼 给老师 吃哦 来 我们看到 哇 他们的煎饼 好大大 对不对 南部的煎饼呢 都有一个厕色 是大大的 那中部会 比较小一点 然后我们用也是 有点 是不一样的哦 南部的 南部的煎饼 会会 黄黄的 是有什么 姜黄粉 可是有一些地方 他不会放 不会放 姜黄粉哦 哇 很多 那个是什么 就 米粉 对不对 粉呢 再来粉 好了 调好了 就没煎了 然后 那边是很多料 然后新菜 还有什么 鱼肉 已经调过了 可以吃了 哇 我们现在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是什么 哇 好粉 那个是 顺花牛肉面 哦 是顺花在哪里呢 顺花在 中国哦 很有名哦 这个也是这样 那个是 烤活鱼 很好吃哦 然后 越南的 吃面的时候 会有一份 生菜 很面呢 在很烫的时候 放下来 放进来 就会 煮熟了 然后马上吃了 就 现在很新鲜 很好吃 很甜 哇 我们看到 新凡的 必须要是 美食 什么 哇 好粉 牛肉 好粉 对 还有什么 还有 还有 烤肉丸子 哇 烤肉丸子 没粉 这边 哇 好特别哦 还有什么 广南鲜 在香港那边也有 很有特 很有名哦 要试试看哦 试试看 口味不同哦 然后 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 这样多面前哦 还蛮好试的 我试试过了 很好试 那 好 在下面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听到那个是什么吗 那个就是 越南 披萨 好 那个跟台湾的披萨一样吗 不一样哦 是我们用什么 米饼 就我们要包春卷的那个饼干 然后放上去 烤 然后放料 就很Q 很薄 哇 很好吃 很脆哦 很脆 很薄 很好吃 它是 名称就是 越南披萨 我们到下一个 我们现在呢 看到地图 地图 尖头又放哪里了 哇 这边 这边是越南的 北部 它就是 萨龙湾 越南的萨龙湾哦 哇 越南的萨龙湾 所以我们在南部 反正到中部 现在到北部了 哎呀 哇 越南的萨龙湾 很漂亮 对不对 哦 越南的萨龙湾 很有名呢 世界有成人 那个是自然的风景呢 很漂亮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 到萨龙湾 还有什么好玩呢 哇 在萨龙湾呢 这个两颗石头 很有名 它是什么 很像什么 公鸡和母鸡 对不对 所以它们就是 斗鸡石 石头 斗鸡石头 哇 那个是在 萨龙湾 最特别的 然后呢 还有 别的特别 别的特色 不是只有一个 因为它汉有名了 对不对 很多东西啊 这个呢 是山洞 那我们那边呢 可以划船 然后 还有很多 就是越南人 会划船 带旅客 去看风景 大湖的 那边 海边的风景 那边呢 会穿过 山东里面 哇 这样 看 看风景哦 然后你们看 我们可以坐小船 就是这种的船 去看风景 然后大船呢 哇 那个大船最棒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可以上来 吃饭也在那边 睡觉也在那边 哇 可以住过夜 在那边哦 游行在海上 看风景 很漂亮的哦 哦 越南呢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水箱市场 哦 为什么 知道吗 老师介绍 刚才到现在呢 很多很多 水 对不对 很多海啊 海也有 对不对 河也有 去越南呢 他们是 在船上 也可以卖东西哦 很多的 很多河 有时候 他们生活在船上哦 船上 哇 夹货店呢 在船上呢 很特色 对不对 这边是什么 大船卖西瓜呢 很特别哦 对不对 他们呢 卖完 对不对 晚上 他们也住在那边 住在船上 睡觉 然后明天 也是在卖的 然后去拿货 在卖这样 在寻流这样 哦 很多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 老师有一个 新闻 小新闻 如果钱 给小朋友看 大家可以点看哦 哇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 水果船 还有捡货店船 然后这里呢 他们是在 海上 养鱼的 养殖鱼的 然后 养殖鱼 然后以后 就可以卖 赚钱 这样 哇 老师有说过 越南北部 是很近中国 所以呢 它会 影响 很多中国的文化 其中一个呢 就是 越南 该会 如果我们去 北部旅游的话 旅行社会带我们 去很多 庙 啊 没有 没有里面 都是 中国的 风格 没有 这样 所以会 影响 在没有里面 对不对 中国的文化 影响到 越南的 没有 拜拜里面 哇 那我们呢 到这边是一个 长岸生态保护区 那这个呢 是以前 越南的古都哦 可是后来呢 可是后来呢 就是 换古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换到什么 越南的 首都在哪里 是河内啊 所以呢 换成河内了 所以这边呢 变成一个 历史的地方 所以 以后就开放给 呃 观光客 探观 这里也是有一个 影片介绍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看看 哇 这里面好漂亮 对不对 它也是 很多水 对不对 所以雪上 所以大家都在 划船 划船呢 穿过洞 对不对 在这边的雪 跟沙人湾的雪 不一样哦 沙人湾是海水 这边是湖雪哦 湖雪很漂亮 海水是蓝蓝的 很特别的一个颜色 湖雪也是这样 很聪明 上面可以看到海草 哇 很漂亮哦 对不对 还有划船 穿过洞哦 很多洞的样子 台湾也很少 看到这种 对不对 穿过洞哦 哇 还有呢 我们现在是要到越南的首都 河内 那所以河内的时候 最重要一个地方要看 看什么呢 要拜访胡志明 胡志明之财呢 对 所以越南的姑父 对了 越南的姑父 以前有住过的地方 然后呢 要参观什么 他的 玉蓉 他 已经过失 然后他的玉蓉 在那边 大家可以参观 看您那个 玉蓉 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很有特色的是 玉蓉 玉蓉 但是它是一个 玉哦 可是用一个柱子 盖成一个 玉 哇 好有特色 对不对 一柱子 这样 盖成一个 玉 这样哦 好有特色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 古玉 变成一个 观光景点了 哇 去沙隆湾 的时候 不 除了可以看海边 还有一些风景的以外 我们也可以去参观什么 广宁博物馆哦 广宁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很多东西啊 就里面呢 有一个大鲸鱼的骨头 哇 好多 好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参观 很多东西 这里面 小朋友 在台湾也有去过 哪一种博物馆呢 是不是 很多博物馆 会有大鲸鱼的骨头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到上一个 大河内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猴哦 它叫做黄间猴 是有说过吗 越南呢 越南呢 跟谁打架很久 就是中国对不对 一开始是中国种子对不对 所以要一直打架 一直打架 一直打架 对不对 那打架是不是有英雄 那那个黄间猴呢 会说到一个越南的英雄 然后他也有一个神贵 那个乌龟呢 他也是 你们知道吗 他多少岁了吗 他有一天 睡了 很久了 然后呢 那个故事呢 说那 那只乌龟呢 他是一个神贵 神贵呢 有一天就是接他的神贵 很神贵的贵哦 给一个英雄 他叫做黎利 黎利就拿那把剑呢 去打 跟中国的军打 打打打打打赢了 以后呢 黎利也当王了 那黎利呢 打赢中国了 所以呢 后来就是把 那个剑呢 去那个湖 还给乌龟 所以呢 那个湖 就是还剑湖 是这样的来语哦 然后这个故事 也有编起来中文了 大家想看的时候 也可以买 然后 有机会的话呢 我是会跟大家讲 那个故事哦 好 我们又跑回中部了 哇 中部往南部一点点 他叫是 中南部 中南部那边呢 有一个地方很像 台湾的肯厅哦 哇 是什么呢 他的沙灿是白色的 风景还蛮漂亮的哦 他叫是牙庄 哇 我们看S型的越南 是在这边 牙庄 哇 哦 这边大家有看到 沙灿 有点很白 对不对 哇 还有什么呢 在牙庄那边呢 我们可以玩到什么 越南同船 来这里 也有越南同船的玩法 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看那些 哇 有什么特色 哇 很好看哦 很厉害哦 老师那时候不敢 可是回来看那个影片 哇 很好看 很想冒险一次哦 然后 我们会有什么 还有一个咖啡 咖啡杯哦 咖啡杯是什么 那个船 就是很像超级咖啡杯 哇 很像一个咖啡杯 对不对 倒回来 然后 变成一个船了 哇 那个很好玩 大家可以拍 点那个影片 看看 哇 很神奇哦 老师看也很敬叹哦 好 然后 你们知道吗 老师刚刚有说 牙庄会靠近南部 对不对 在南部那边 老师有说过什么 南部那边会住很多 小数民族 对不对 越南的原住民在那边 所以呢 在这里也有 小数民族 原住民的 越南原住民的 没有 它叫什么 战婆庙 是天衣女神庙 哇 好漂亮 对不对 它是什么 哇 所以呢 越南南部住很多很多原住民的 然后 后来呢 就跟 呃 投资 被投资民 是我们的国父 同意的时候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进族人 进来 进来也跟着 一起住了 哇 那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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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很难的地方 一个岛 一个岛 很大的哦 它有一个名字 就是玉岛 玉岛 玉岛 下面的一个岛 哇 在这里也是有游览车 有什么 游览车 对 游览车 哇 我们在这边呢 坐游览车很 很有特色 很特别啊 为什么 我们坐好了 看到下面是什么 海鸥 坐在 路 地路那边 坐游览车 看到下面的 很漂亮 很蓝蓝的 蓝蓝色的海鸥 漂亮哦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感觉了 然后呢 在富古堂那边呢 还有很多的船 船 我们会大船 然后 在晚上的时候 就掉小卷 那 然后在 老师就是 掉不到小卷 所以呢 老师会点海鲜事了 在这里是 掉小卷的工具 然后这边呢 是船上的一些美食 都是海鲜 因为富古堂 就是一个岛 对不对 所以它的美食 是海鲜为主 所以到富古堂 我们一定要吃 海鲜 很新鲜的 很好吃 一桌都是海鲜的 很好吃的 然后 然后你们知道吗 在海边会有养殖 珍珠 对不对 珍珠 所以在富古岛 也有一个珍珠工厂 那什么呢 我们来这边 他们会 实际哦 打开一颗珍珠 然后拿里面的珍珠出来 给大家看呢 体验看看 哇 那个珍珠是这样做的 很好 然后大家可以购物一些 珍珠的作品 珍珠的一些东西带着 还是保养品也有 还有化妆品也有 一些珍珠的化妆品 还有一些珍珠的项链 鹅黄 很多的 然后你们也知道 越南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鱼露 对不对 所以富古岛那边 也很有名一个鱼露哦 说鱼露 所以老师也是一个鱼露工厂哦 哇 大虫是什么 就验制鱼露哦 因为很多人会买 所以呢 外海用很大的虫子 这样去验制鱼 做鱼露 哇 好多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还有什么 一些干鱼 对不对 很多很多 把手里可以带回家的 哇 不能略过一个地方 很像绿岛的台湾的 我们台东的绿岛 就是富古岛的椰子树 肩 肩 肩什么 肩定哦 来 这边呢 会惯很多很多犯罪的人 哦 然后 很像绿岛吗 然后那些犯罪的人呢 哇 被欺负很多 哦 他们想怎么样 他们挖地道 挖个小小的 一个人可以跑过去的地道 在里面 哦 老师 这边 看到地道了 就现在地道 开放给大家看 所以老师 也看了 也去看了 看到 哇 那么小的一个人 可以跑过去的地道 所以这个很有特色的哦 晚上老师 会去夜市 因为呢 富古岛 很有名是海线 而且呢 他们呢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夜市 哇 去那边呢 各式各样的海线 会找出来 而且很便宜哦 看哇 墨鱼 对不对 还有龙虾 哦 各式各样 各唱的 很多很多的 我们 大家去那边 要记得 要是海鲜哦 海鲜很新鲜的 那个墨鱼是活着 很新鲜的 很好吃 然后呢 在富古岛 还有几个观光景点 就是什么 现在呀 大家可以用 出窃的吸管吗 很少哦 对不对 大家都鼓励大家用什么 用什么 什么忘记了 啊 现在呀 都鼓励大家用什么 用很 可以洗 对不对 可以洗出来 铁吸管 还有紫吸管 对不对 我们那边 也有环保吸管呢 解释什么 那个是竹子 做的吸管呢 哦 那个盖子 也是用叶子 做的 不是真正的 出窃盖哦 哦 所以呢 这边呢 是什么 蜂蜜 蜂蜜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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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一辈子的怎么样 然后 还有可以 10次看到 那出来的蜂蜜 还有呢 富国岛 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是 胡椒 所以呢老师也有去参观一些 胡椒园那边 胡椒园那边 参观一些然后 他们的胡椒是很 有一个味道很 很像的 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 如果有书罐也可以 看看 哇 这边呢是一个 在富国岛 燕酒的工厂 那他是什么 他是淘金让 淘金酿酒 他是用水果的 一些水果 富国岛特色的水果 去燕酒 哇 我们呢 介绍 今天呢介绍到 这边 好 大家还记得 我们做了 越南 越南 北部 一开始是 南部对不对 然后到中乌 到北部 然后跑回 亚庄 对不对 然后跑回 富国岛 哇 所以现在呢 谢谢大家了 那是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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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